你 嘿大家好我好 嘿大家好我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 这场是有这个春田康义的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比赛分布 呃 战术分布是212 呃 下落呢是杰林贵 杰林贵在这一个round里面 出现了次数在这个 这一集场比赛面出现次数比较少 但还是有出现 但你可以看 呃 藍方这边三个夏美妙的尾巴 那么在 菊芳这边呢 只有 一个 就是电猫带的 好那下落呢 看得出来 看出来下落这个 打的呢 算是比较 算是一个劣势线 因为在前期啊呆和马 没有控场 然后 逃利呢 晚利呢他也这个 呃这个看控场而已 没什么没什么用 那菊芳的电猫呢 把下落野怪让给下落的队友吃了 然后选择马上到上路去做支援 在上路那边那边呢先取得了一杀 那这个蓝方的电猫也抵达了 这个没办法继续打 所以必须往后拉掉 离 离那个蜜蜂站 还有十秒钟 还有大概五秒钟 那蓝方在上路 然后马上马上做了一个支援 马上做了一个增援 哦 是决定来四个人然后打上路 因为已经确定电猫在上路 所以这一波直接往上打 胖格丁成功隧道 那最后菊芳电猫是跑掉了 那蓝方的人呢一波强杀 那这个时候胖格丁开启了睡眠 有效的帮助队友呢 找到了一个可以去投球的时间点 那这一个会战其实 帐宝力鼠呢的增援是相当相当的关键 相当关键 因为在下路那边 其实蓝方只要一个吉尼龟守着就好 那这个时候帐宝力鼠马上回到下路 胖格丁往下路走 所以他们在营运方面 在前面呢是第一波会战打上路 上路的球数呢可能只剩下一点点而已 然后只留路卡六一个人 然后蓝方的所有队员呢都往下路了 蓝方现在也是形成三人线 现在下路 那张宝力鼠马上过来支援 没有抢到这个差不多啊 有点可惜 不过没关系 好上路呢是成功的 推掉了 推掉了局方的外塔 那下路这边 呃两个 呃这个辅助跟一个坦克 硬式的用普攻带掉胖格丁 不过 对方局方的路卡六也不是吃素的 马上往下路 增援是一个增强权路卡六 这时候路卡六 往前走之后 但是很可惜 呃被睡到然后呆河马直接蛤屁 胖格丁的这个位置打的还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胖格丁躲在草丛里 然后用睡眠加上 电猫的放电 这一个combo相当相当优秀 所以呢玩胖格丁的朋友们呢 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 哦我们可以在草丛里发动技能 可以看胖格丁的这几波 哦这几波团战都是在草丛里发动了睡眠的技能 好那下路呢塔雷顺利的拿掉 菊芳瞬间掉了两座塔 暴式龟已经出来了 那战宝日率属一个人在后面cover 呃 陆卡六开滑电猫抓到草丛里的电猫 那这个电猫呢 康刚啊 是被对手电猫用放电拉回哦 那现在双方的人数呢是4比3 但增强权的陆卡六还是相当凶猛 不过最后还是葛屁尔 有蓝方占据大部分的优势 那电猫在8等的时候 这个放电的团战能力是相当的强 所以下路一把Boss鬼拿掉之后 蓝方的队员全部都往上路走 并没有托尼带水 并没有在比如说吃野啊 为什么哦呦 电猫呢去吃野 然后到上路的时候 藏马力鼠在等着队友的到来 那局方的队友选择乖乖的发育 并没有第一时间来争夺 上路的洛托姆 那上路 力鼠看了一下啊 队友好像好像伤害不太够 所以并没有选择开洛托姆 反而是水线龟在那里害来害体 好 局方的三个队员呢 往下路走 那电猫是往下路去做防守 在上路这边 三个 两个坦克一个辅助啊 是 自己成功的在上路吃掉露托姆 那电猫 10等开启大招互换 局方电猫也有大招 趕快吃一下旁边的果实 但被 被怪力一个闪现给吃掉上方的果实 不過 路卡溜的即时支援 起到了很大的嚇阻作用 这时候怪力还没有进化 这个进场肯定会死 肯定会死 百分之五百万会死 那个进场我觉得相当的不ok 相当不ok 在还没5分钟的时候 路卡溜可以投到吗 没办法 因为对方路卡溜也是马上到下路 这里来做支援 所以蓝方路卡溜应该是没办法投到的 那局方蓝方的人呢 在上路呢 成功的把露托姆推进 因为刚刚的情况下是 局方三个人卡在下路 所以他们没有够人手去阻止上路露托姆打进 帐宝绿鼠在这里反野成功反掉一只 那应该是会采取 打一 投一的一个策略啊 就是反死对手 上路局方集结的三个人 然后帐宝绿鼠一个人在这里给消 其他蓝方的队员呢 往下路去集结 看样子 你可以看他们在20秒的时候 就集结好在下路 准备来吃第二只的暴式龟 而局方的队员也选择到下路来抢 因为如果他们等级上要提升上的话 一定要抢到这个暴式龟 不过蓝方的队员呢 已经先占好点位了 有带着向尾喵的尾巴的两个人 然后快速的rush掉下路的暴式龟 然后剩下三个人在后方做主打 局方这边有大招就开启大招 不过看起来蓝方这边的等级优势还是相当的大 电猫来到了13等 那对方的电猫只有11等而已 这边蓝方电猫再一次开启大招 让队友硬是把头给灌进去 但很可惜电猫自己本身50颗并没有灌进去 那局方电猫想要进行反野咯 蓝方的队员呢选择131的走法 三个两个坦克跟一个辅助走一起 那这边电猫互打的环节 出现了一点这个网路一场 局方电猫开启大招 蓝方电猫能不能跑掉 他现在是经验大礼包 哦这个回撤抓得很漂亮 这回撤抓得很漂亮 因为局方电猫11等 蓝方电猫是13等 如果说局方电猫 局电猫吃掉蓝电猫的话 他的等级就会大幅提升 上路三个坦克呢 去做吃大爷的动力 那两个人有笑语喵的尾巴 另一个电猫在下路做防守 但他身上50颗包被偷 看一下局方的五个人全部 在上路做防守 蓝方一看到之后 马上转往下路 而局方也不是神尤的灯 知道这个情况也是 赶快回来踩跳板 往下路去做防守 那很可惜的下来的时候 对方的陆卡六是没球的 这个隋间贵身上是有31颗球 但也跑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 蓝方电猫肉就是在家里 知悉野怪啊很悠闲 悠闲 他感觉他身上50颗也不太需要投 目前的球数蓝方是领先200颗 那怪力这边硬要抓一个胖可丁 我觉得是就吓吓他而已啊 只是这个有技能无处釋放 随便放一放 告诉你一下 我有个技能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下路 暴式龟第三只准备出生了 两个坦克已经踩好点位 那局方的胖可丁是带滚动 这边是一个2打3 其实不太能够死 因为如果在这边死掉的话 暴式龟很可能掉 然后对方的经验会提升蛮多的 那蓝方的胖可丁还没到 所以蓝方这边选择做蹲点 并没有马上急着开 这时候电猫试开一下 一个试开环节 这个所有人都到了 这波Rush是拿掉了这暴式龟 因为有三个 三个像我喵的尾巴 路卡直接选择站在原地 放弃治疗 先带掉一个杜卡丽 那电猫冲了进来 这一个放电 是让自己放掉了大部分的血量 最后再一个急杀 这个急杀相当关键 因为这样一杀掉的话 蓝方就是5个人 可以集结吃闪电鸟 那大刀全部直接开脚 因为局方的人走过来也来不及 最后一下帐宝列鼠拿掉 那头吃掉了 闪电鸟之后就直接拉掉了 没有要做多余的拉扯 那局方的人也是相当事项 有求的赶快到 对方野区来投 对方的这个家里来投 那这些人呢 基本上我是觉得不用回来 因为你们不可能守得住 不可能守得住 所以如果 闪电鸟被吃掉的话 就全体都到对方家里去投球 因为你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守得住 说实在话 真的不可能守 下路的话 下路 这个 那 已经无悬念了 我来做一下 刚刚的 稍微的快速的总结 复盘一下 那在第一波 这个 应该说在第一波 暴式规战之前 藍方呢 就在上下路的调动 你可以发现 他们一开始的调动 人员调动速度是相当的快 一开始是212的阵型 然后瞬间呢 变成了这个401 是 打野的在上路 然后 帐宝力鼠也在上路 因为对方是三只 那下路留一个捷尼龟在防守 所以在第一波 上路呢 就把对方的塔数 的球数压到只剩5颗 那让 呃 路卡六一个人在上路做 发育 然后并且把上塔的头爆之后 马上的在暴式规之战的时候 集结到下路这边 然后抢到暴式规 因为下塔呢 在暴式规之战之前呢 就已经先被五人集结 硬式给推掉了 所以抢暴式规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呃很很安详很安详 完全没任何事情 那在抢完暴式规之后 洛托姆还没掉的情况下 局方呢 落后方啊 选择自己家野区 自己先发育 把边野吃掉 所以导致 洛托姆呢 呃也被这个蓝方给拿掉 所以前期的前期的雪球 就这样滚起来 也没有反野 哦就只是团队的调动跟营运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法相当的棒 相当的棒 真的是值得有五排多排的朋友 可以学习效仿啊 好了那今天这一部影片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吧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